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誇張 劉家昌恩真 爭身家 什麼水呀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去廣播 劉家昌當年狂追人妻恩真 在謝賢手上搶回來 謝賢前妻 搶回來 幸好四哥被他搶了 現在爭家產 財產遠超4.8億 12個物業 3億現金 哇 胖了 誇張了 83歲 資深音樂人劉家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在 26日 因為我拍就是昨天 突然在微博發文 透露自己 自己孤獨入院做手術 大爆增產內幕 痛斥 他的兒子 他兒子之前是不是什麼 那個唱歌那個 劉子遷 現在簡直不跟他的姓 叫張立行 連姓也不跟 對 他說 老母親真 增產 搶他的身家 20億 新台幣 4.8億港幣 就爆他了 為了錢 為了財產 欠他的財產 恩真 自己 財產分配的明細表給我 要我同意 12棟樓 賣了昆山酒店的現金 土地 賣了5000萬人民幣 酒店部分 2億 1000萬人民幣 房產加現金超過20億台幣 要了他的錢 對於離婚財產分配 劉家昌透露前妻恩親開出的條件 分配不均 他說他只是給香港的海景別墅B座一戶 以及爛尾的龍虎山項目 現今 劉家昌只剩下十份一 他說他不同意 他不肯簽子離婚 不肯不肯 他 他不同意 恩真不肯簽子離婚 他當然不同意 他說這些錢 正常來說 法例就夫妻各佔一半 頂住 暫時應付一下 劉家昌就說 原本打算在香港的法庭搞 依法判決 希望拿回一半就算了 但未免讓外界得知 他說未免讓外界得知 現在這件事通了天 他在微博自己爆 他選擇美國法庭 依據夫妻報稅紀錄 拿回自己的一半財產 都是一半 都是一半 不過指恩真在美國法院出庭時 拿了一張三十年前1987年的離婚證明 由於當時劉家昌不在場 美國法官認同離婚成立 他說我就是這樣 死得不明不白 也沒有錢打官司 他似乎那些錢 被他拿了 現在是 他指控 這個 恩真 說恩真其實成章 他兒子後面跟著媽媽姓 他說張家珍 你這些海外的收入從來沒有向美國稅局申報 美國漏稅是要坐牢的 他現在揚言 說要拘捕那個恩真坐牢 為了錢 爭回來的女人 現在就是女人 但是劉家昌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想想可以兒子 跟媽媽姓也不認爸爸 現在說要搶錢 聽說這個男人也是很大的言語暴力 搞到這樣 因財失而 財產提及 香港瓦境別墅B助 劉家昌透露當年 方逸華女士用他的名字買 過戶手續是由 方逸華的秘書Judy搞的 方逸華過世後 恩真就叫他的秘書 陳淑蓉去操作 在沒有他簽名之下 竟然可以把房子 把房子賣掉 雖然 方逸華已經不在 但是經手人Judy還在 恩真 有向他們 家屬交代過 似乎有點把柄在手 他控訴 恩真撕吞公款 刑事罪行 香港朋友 龐美儀買了我們龍虎山 彭德 公司房產 在香港以港幣 給了 印證 他又不會回公司 私吞公款 套匯 這些是刑事罪 龐美儀也願意出庭作證 劉家昌說他為了保護朋友就不受傷害 不得已才站出來 揭穿這個人面獸心的女人的謊言 更加勢言 會堅持到最後一口氣就拿回公道 他說請大家耐心 看著法院 公正的判決 就是這樣 說到兒子也不忠不孝 罵完老婆就罵兒子 唉 真是大Q 搞到這樣 原來這個增產 是一百年增爭到現在 對博公堂 五年 罕見法文 炮轟而止 引發外界的迴響 說他母子無情無義 他說我八十多歲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想最後幾年平淡 引去算 沒有想過這對母子貪得無厭 異上天開 在北京大律師的慫恿下 竟然 幫我的朋友和恩人都告上法庭 讓那些做慈善公益的人不能正常運作 我怎能夠袖手旁觀 這樣說 他說 這個兒子 他叫他劉子千 他不用他的姓 姓張的名字 兒子劉子千 不忠不孝 不知廉恥 治女行間充滿憤怒 掀起網民熱議 罵得瘋了 之前那兩母子失蹤 現在 老爸出來說他們兩個 但我也覺得他老爸不是什麼好事 這個事實上 因為之前說過 正常家庭怎會這樣走老 應該是和睦的 應該不在他們 不在愛之下 有些言語暴力之下 生活 大家都明白 打你又痛 罵你 心痛 人們經常屈屈屈屈屈 搶回來一段業縣 恩真都說 後悔當時和四哥離婚 和四哥當時有愛情 很難說 你是不是嫁給錢 聽說四哥當年 很喜歡 玩的時候 玩到沒有錢 千王之王被人遷 只是這樣說 不知道是不是 難道他不是劉家昌英俊嗎 劉家昌一定不夠謝賢英俊 恩真都很美女 被他狂追 離婚 怎樣追法 當年 劉家昌1966年 其實結了一次婚 婚後 有個兒子 叫劉繼勝 又叫劉繼鵬 不知道為何他的兒子有幾個名字 真是複雜 劉家昌和江青 又懷刑又結婚 已經是兩次了 是這樣的 早年他兒子和他太太生了一個女兒 他有一個孫女 劉家昌 他說劉家昌和江青的婚姻 其實四年就完結了 後來追了恩真 他說這一段 叫舊文 原來 恩真16歲的時候已經認識劉家昌 但他嫁給了初戀男朋友謝賢 劉家昌娶了江青 算了 誰知道 恩真和謝賢1977年離婚 劉家昌和江青1970年離婚 我想那七年當中 是不斷去追求他 可能寫信也未成功 四個人的愛情故事 網上有很多版本 有報導引述過恩真 感嘆相愛容易就同住難 當時是和謝賢 這個說法 他說 以前不知道思考 哎 嫁了 嫁給財子 沒用 應該找錢財的財 他認為 亦要多了解一個內心 不能光看表面 其實他嫁給謝賢的時候 可能後悔 他覺得 謝賢有財 可能有身材有樣貌 英俊 但原來沒有錢 謝賢不會沒有錢 大小一點 謝賢很有錢 但不知道玩什麼玩到 好像謝賢豐也說要幫謝賢還債 說了很多年 劉家昌 不顧恩真人妻的身份 直接送花給他 打電話去追求他 間接讓他們離婚 不關事 不關事 他離婚是嫁給錢 你看看現在這些情況 我就是 不過 恩真多年前 一篇訪問 否認 他說劉家昌和江青離婚七八年 劉家昌才追求我 他沒有介入我和謝賢的戀情 說話 他說是就是 女人很喜歡說這些 怎麼會是 很難的 當時沒有Facebook 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寫信打電話 這些隨便 這些隨便吧 但是傳媒形容恩真是半年 久前在兩個男人當中 報道指 原來早年恩真和謝賢 相隔45年後再次見面 當年因為恩真在自傳上 需要訪問謝賢 就去了姜大衛 由姜大衛約他們去咖啡店 咖啡店 當時謝賢居然不認得他 哈哈哈 結果婚也不認得 你說女人老了真是 哎呦 哎呦 怎麼變成這樣 哈哈哈 真是麻煩 他就跟姜大衛說 這個女人好面善 好似恩真 不過年紀 應該比他更加大 就是他 老公睡過一千多晚 因為他結婚了幾年 他說這個人恥 但是我心目中的恩真應該沒有那麼大年紀 是他來的 四哥 我想起什麼 大丈夫 天天 肥媽那路真是好笑 有這樣的感覺 後來得知眼前人就恩真 謝賢竟然就問了 第一句就說 你有沒有愛過我 當時恩真回答 但是你愛過了 如果沒有 怎麼會加幾年 我估計他說普通話 搞笑 說回劉家昌和恩真 他的婚姻是 不行的 2015年 向外透露 婚姻關係只是維持了九年 兒子劉子千一出生就離婚了 但是兒子不知道 到了2013年兒子才知道 他真的想 不要告訴兒子 假裝夫妻 那種 是這樣的 17年 發生了劉家昌在網上 辱罵恩真 劉子千兩母子的事 劉家昌在Facebook痛罵兩個人 無恥 吃我的 駐我的 和我作對 你看這些男人 你看這些男人 是這些人 猜都猜到了 是吧 大支 恩真反擊劉家昌 說他是擅自干涉劉子千音樂事業 強迫他做 念你的專輯 他說搞到現在他看到結他都反感 那首歌就是 我剛才還沒說 有首歌 很搞笑的 那個就是劉家昌的兒子 就是念你的歌 原來不是他想 不是他想的 是啊 即是他老爸逼他 他老爸有沒有那麼差 為何弄一首歌來害他兒子 他那首歌等於沒得攪 我找回歌詞 唱給大家聽 我的字典裡沒有放弄 因為意所定理 那首歌真是 其實曲不差 音樂都挺好聽 是兒子唱得壞 大家是嘲笑他 當時的歌 但是恩真是他老爸逼他 是不是用這首歌唱糠呢 2018年 他們兩個的矛盾也升級了 上了法庭 他說他施吞20億 台幣 施吞施吞 指控說你兩母子加上過百歲 沒有做過一天的事 天天在吃我的 穿著我的 但是想弄死我 他說這些家人 你敢不敢要 人怎麼會沒有感情 沒有親情 沒有愛情 這些人太貪得無厭 說得壞壞 這件事 我突然間在微博就說 他直接說要拘捕坐牢 他現在說 手上有他的證據 要 指證你 有人證物證 說你在這裏私吞供款 做不做 這裏私吞供款 這裏私吞供款 我們吃花生 等體 家庭糾紛 真是 四哥 四哥真是走得 這個人 你說一個女人 他自己離婚而已 離婚這些事 轉頭嫁給另一個男人 他也是嫁給錢 你看他現在 都是欠身家 四哥沒有身家給他欠 他自己說 嫁給 他有財也沒有用 也沒有錢 謝賢 我估計他就是這樣說 唉 這女人 如果你嫁給錢 他回頭又說過後悔 跟謝賢離婚 後悔 不會了吧 不會了吧 因為 對 謝霆鋒不是他生的 到時也是生的 謝賢離婚也不會有謝霆鋒那麼紅 哈哈哈哈 這些大件事 謝賢後來也很幸福 跟迪波拉 迪波拉很漂亮 現在也很漂亮 當然也是來的分 但是恩真已經是 謝賢都不認得他 不是這個 他說是 這些人家是家事 我們都是八卦一下 我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